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Lopen全程,欢迎来到全程解说 今天继续为大家送上杰巴尔的大事局 拳王拳天护着这牌皮奥式战务机 拳王对...啃 其实从属性上来说拳王是要碾牙啃的 但是还是要看双方的输出 咱们来一个逻辑啊,这个逻辑很重要 板边,不要轻视对方从小洛出来这个危险性 又是一到右边的板边 神龙,不要动 基本带走了 像四血 啊,漂亮 那这就是困板边最重要的地方 不能让对方轻易的出来 一旦出来,那你就噩梦 第二局,来 神龙,起身 怎么样 啊,重手压 啊,漂亮 打晕了 一二 诶,什么鬼 啊,中了 完了完了完了 再也起不来了 居然是一个漂亮的四连 清拳摸到,马上两个中拳 也是上勾拳 最后加个直拳 太选了 哎呀,又晕 又晕了 没有机会起来了 没有机会起来了 啊,这把叫做兵败如山倒 啊,兵败如山倒 看一下这局,能不能搬回来啊 不能轻易的让拳王打到这种 有机会 好的,下A摸一下 上则 又要死 差点摸死 啊,绝望胜龙 真的很绝望一半边 就拳王他是属于那种 打后手的角色 他也可以打先手 但是大部分是打后手 等对方失误 比较大的失误以后 从容带走 我又是一个三连 刚说完打后手 要perfect 差一点 哇,这局输得好快 两局输得非常快 心态有点崩啊,无机兄 啊,生败乃兵家厂食 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对策 看一下第三把 能不能找到对策 叫做昏两把 然后洗一把 这就是有魅力的地方 这就是格斗最有魅力的地方 你没有,其他人不能代替你 你只能自己挑战 刚才打了一声 键宝的对策明显有改进 不再单纯的发波 寻求晋升的机会 因为刚才就是因为发波 头顶吃了一拳 基本上就带走 哦,漂亮 好,开始波升 这个距离发波是没问题的 刚才吸取了教训 但拳王这边 并没有放弃啊 还是在前进当中压制对手 完了完了完了 啊,对方想跳啊 也没有发波 那在他没有发波 没有硬质的前提下来 前跳的话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 对于第一升龙来说 不可能近身 近身是不可能的 啊,亚白鞭又要死 很难说啊 很难说 对方这个距离是完全是拳王的距离 连白人都出不来啊 这个距离 好,打晕 漂亮 三连 好了,现在开始压半边 机会 这把的对侧找的不错 但这把主要还是后手的一个 牵制 弄死了对手 非常的帅 弄死了 大家如果喜欢全真的解说 那今天点发关注 啊,感谢收看 下期再会